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此次演讲的主题是 普发银行大数据平台云原生探索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普发银行总行信息科技部 大数据平台团队的项目经理楚洁 参加本次演讲的 还有来自我们团队的技术骨干邵秦秦 和来自上海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资深数据工程师郑宏超 我们很荣幸今天能代表各自公司 在CubeCon的场合下为大家做介绍和分享 好 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此次的话题中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业的重要发展趋势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应用科技技术 在传统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金融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金融业 金融业是基于数据和信息的产业 其金融服务的业务形态灵活多样 而银行作为金融行业中的重要代表 都纷纷发力金融科技 助推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和革命性关键要素 数据要素市场化已成为国家战略 在此背景下 普发银行以数据加技术双人驱动的科技发展战略 服务于银行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化企业的建设目标 在当今的银行市场中 数字化智能水平、用户体验水平正成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服务智能越高 代表银行越能精准及时洞察用户的需求 匹配合适的产品和服务 并与用户进行智能交互 用户体验越高 代表银行越能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普发银行以提升服务智能和用户体验为目标 着力建设数据驱动模式下数据服务体系 以数据服务、数据产品的体系化建设为枢纽 推进多元化的数据应用建设 健全数据治理体系 加速数据资产化管理 激发数据动能 在数据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普发银行大数据应用中心 以构建数据中台服务能力为目标 打造了Data Ocean系列数据品牌 从平台、数据、模型、应用、服务等 全方位建设数据服务产品 提升数据服务能力 目前已注册的子品牌数达48个 Data Ocean中的金沙品牌 作为基础数据平台的子品牌 包含大数据平台和数据仓库两大系统 其中大数据平台基于哈图普技术 以建设形成超1000节点的PB级两地服务架构 提供批量处理、实施计算、联机查询、数据探查 建模分析、租户应用等数据服务场景 具备异地栽培能力 为全行大数据应用提供服务支撑 很多企业都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了自己的大数据平台 在平台的建设、使用和运维过程中都会碰到不少问题 普发银行在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过程中 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难点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管理能力的不足 传统模式下 大数据资源管理力度和功能都十分有限 对于批量处理、交互式分析等不同的场景 混合负载能力较弱 使得无法满足业务功能的快速增长 以及租户模式下更强的管控需求 其次是存算一体的模式 在传统模式的存算一体方式中 为了满足复杂的应用场景 及避免混合负载的情况 往往需要通过拆分集群的思路去实现 继而会带来数据冗余、数据一致性 应用扩展性低等问题 再有是租户隔离能力的不足 在总分行和全集团的服务支持过程中 支持租户模式是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在传统模式下 在考虑资源利用率的情况下 我们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租户资源隔离 尚有部分的大数据组件还不支持租户的模式 再有是横向扩容的问题 随着大数据存储计算需求的不断增长 平台需要不断扩容 在开展横向扩容时 结合应用功能的承接 我们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应用五感值 往往需要在扩容时 结合管理节点 应用连接服务等 做好组件服务启厅的管理 及应用服务的支持 另外在安全管控方面 在全线管理层面 多组件全线体系 及多集群的管控体系 无法对高全线用户做到有效管理 在安全模式下 也无法做到应用揭露的限制 比如应用知晓连接地址 并拥有用户账户 平台将无法限制用户 直连集群等场景 对集群的整体安全管控 具备一定的风险隐患 再有是敏态应用支持灵活性的问题 在平台结合资源管理 权限及安全管控等要求 开展集群管理的同时 天然对于应用服务敏捷性的要求 会有一定的冲突 针对应用敏捷快速的需求 传统模式很难做到保障安全稳定前提下 快速的响应各类复杂变化的新场景 应用的自由度及灵活性 无法得到很好的支持 以上这些难点问题 会不断引发传统大数据服务 稳态系统要求与敏态应用要求之间的冲突 以及平台在全线应用模式 应用场景统一管控 与更灵活的服务需求 资源全线需求之间的冲突 为了解决和缓解以上的问题 普发银行在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服务过程中 从安全管控 资源管理 应用模式等方面 做了很多的探索 在安全管控方面 通过自研平台统一的管理门户 集成全线 资源 空间 作业等全方位的整体同管统分 来满足各维度 各力度的安全管控要求 在资源管理上 通过自研用量监控工具 解决诸如KUDO 这类无法有效支持租户模式的组件 的整体资源管理问题 在敏态应用支持上 通过建立应用功能 灰度发布流程机制 来满足敏态的数据应用需求 通过以上流程机制的建立 和功能自研等方式 确实缓解了不少问题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解决 首先是资源隔离的问题 我们无法结合应用的需求 给独立租户资源 同时共享数据存储 也无法给租户单独的应用负载 以及权限体系 来满足类似租户的自我管理 无法做到资源的配置 同管同风 来最道化的使用我们集群的资源 其次在灵活性方面 面对临时性 轻量级高保障的负载 无法快速上限及稳定运行 即稳定等量的占用独立的资源 另外 个人应用功能 也无法做到灵活定制化 再有在架构结合方面 计算资源无法真正与存储资源相结合 充分发挥计算能力的灵活性 同时无法有效地共享存储数据 来达到减少数据冗余 及数据复制链路的问题 面对传统模式无法解决的这些问题 我们期待并不断探索着根本性的变革的方法 直到云原生的出现 这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 通过大数据云原生的引入 在数据驱动能力下 可以做到 在平台层面 存算分离及整合化的数据存储资源 降低冗余数据 节约成本 在数据层面 更加优化的数据路径 更少的数据备份及副本 更高效的数据SLA 在应用层面 可以更灵活地支持应用的需求 更独立地开展租户服务及管理 在服务层面 可以开展更高效的服务封装 数据服务可以容器化及单元化的力度进行封装 提供端到端的高效服务 普发银行 早在2017年 借双十一支付链路优化的契机 完成云原生技术 在普发银行从0到1的里程碑式落地 成为中国银行业内 第一家在关键业务上 使用云原生技术的银行 2019年 在应用容器化 2019年 应用容器化在普发银行内 已经是第一大渠道 业务交易量所使用的技术 2020年 普发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加入 CNCF最终用户社区的银行 积极参与到CNCF的社区贡献和孵化项目 在大数据云原生领域 我们推进的内容主要包括 我们的大数据平台 积极开展基于存算分离架构的容器化 私有云部署探索 目前已经面向数据探查 机器学习等场景 开展生产试点 我们的海淆数据调度服务产品 目前已在GitHub上开源 正积极推行云原生的探索服务 我们各类AI BI 数据图谱等大数据的应用系统 正积极开展上云部署 在大数据平台容器化云部署的实践过程中 为解决云原生存储的需求 普发银行与道克林北的公司一起 联合研发开源云原生存储项目Pareos 为容器提供高可用的数据券服务 来支撑大数据应用 2021年7月 Pareos项目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论坛 被CNCF正式接纳为沙盒项目 2021年8月 Pareos项目荣获中国信通院主办的 奥斯卡开源产业大会 开源社区及开源项目奖项 下面就由郑洪超先生 为大家分享云原生存储项目Pareos的具体解决方案 大家好 我是道克的存储架构师郑洪超 以下由我来具体介绍Pareos项目 2019年在云原生技术逐步普及的背景下 普发银行大数据应用中心也开始探索 将行列大数据中台等相关应用云原生化上云 并在2020年初和道克以及林币公司一起研究 将大数据应用中最为核心的大数据平台容器化 在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很快发现了 现有的容器存储技术难以满足大数据应用对于存储安全稳定和高性能的要求 且部分存储技术难以自主掌控 基于这个需求我们确立了研发适配大数据应用的容器存储技术 作为本次课题的目标之一 课题所孕育的项目以希腊雅典的港口Pareos命名 2021年7月Pareos正式成为CNCF官方的沙盒项目 Pareos基于Kubernetes节点的自由资源搭建存储系统 实现动态分配快照克隆等CCI特性 以及高可用精简制备压缩备份等企业级功能 如图所示 Pareos可以聚合基联里的各类存储介质 例如物理机的物理盘 RAID盘 NVME和PMAN SAN存储券 共有云的虚拟盘等 可以适应易购的多云环境 总的说来 相对于过去使用的NAS和本地盘 Pareos的云原声 高可用 GX机用 和高性能等显著优势 Pareos的核心功能 是基于DRBD的跨节点高可用 如图所示 通过DRBD技术 R1节点上的持有卷数据 实时同步复制到了R2和R3节点上 当前节点发生故障后 容器重新调度到R2节点上之后 仍然可以通过本地挂载的方式 正常访问数据 这段视频更加形象介绍了使用Pareos之后 有状态应用 例如各种SQL和NoSQL数据库 可以平顺的Failover到其他节点上 让MySQL容器像Tomcat容器一样 可以在Kubernetes界点上自由的飘移 为了实现高可用 Pareos使用了高度成熟的DRBD数据同步技术 DRBD的作者是奥地利的开源故障师 Dr.Phil Reisner DRBD基于Linux内核 高效 简洁 开源 稳定 2009年的时候 DRBD就正式合入到Linux内核 自此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在Intel和IBM有大量的企业案例 Phil领导的公司Linbit 也在一直维护和迭代DRBD 这是Pareos在GitHub上的开源官网 目前已经获得许多点赞心 我们还有自己的Stack Channel 和用户微信群 欢迎大家访问和支持 道客负责维护Pareos中文文档网站 我们会不断添加和更新 更详细的技术文档 以及实用方案 今年 普发云原生大数据平台 实现了管理组件和算力组件的 云原生容器化 尤其是Hive和Impala的上云 实现了数据处理的弹性伸缩 在控制台组件中 平台使用Pareos双复本券 支持PostgreSQL数据库 Vault密钥管理和普通米修斯监控系统 保证了数据对于存储的高可用和性能需求 在机器学习组件中 平台使用Pareos的双复本券 支持PostgreSQL数据库 DID代码库 和Grafana一毛盘 在数据仓库组件中 平台使用Pareos无复本的本地券 支持了Hive数据库和Impala数据库 满足它们对于本地高速缓存的需求 以下是一个实际使用案例 这里PostgreSQL数据库 使用了双复本的Pareos持久券 实施同步数据 以实践跨几点高可用 这个案例里 Kubernetes调度容器 到绿色标注的Worker2纪点上 生成了蓝色标注持久券 PVC9A什么什么什么 Pareos在Worker2和Worker3上 各生成了一个副本 对应蓝色标注持久券PV名 因为容器是在绿色标注的Worker2上 所以只有Worker2上的副本被激活 并挂载给容器 当容器飘移到黄色标注的Worker3上时 Worker2的副本会自动去激活 Worker3上的副本会自动激活 好 下面由邵清醒女士 给大家聊一聊大数据云原生的思考和展望 大家好 我是普发银行大数据平台的技术骨干 邵清醒 在了解了普发银行大数据云原生探索历程后 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云原生在普发银行大数据建设的后续构想 未来在普发银行 我们将在服务敏捷性 服务端到端 平台规模 云原生等层面发挥构想 立足在大数据平台的存算分离及应用层面 继续开展大数据的探索 在技术探索上 我们将目标设定为存储计算集群的结偶和大数据服务的标准化输 在服务模式上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架构设想 构建了三层架构技术 在传统硬件设施构建的IS基础层上 我们利用Docker和Kubernetes等容器化技术 将计算服务应用容器化处理 打造存算分离容器化私有云平台 实现一键化创建和配置资源 在租户资源隔离自由 那最终我们在人工智能 业务自主分析 容器化和自研组件的研究上 为上层的业务需求提供更灵活 更优质的服务支持 实现更加敏捷的管理和弹性控制 那么在私有云的平台中 我们构想的概念图是这样的 存储集群呢 是通过Apaq的HDFS组件 来提供海量的数据存储服务 计算集群提供了各类容器化的计算服务 同时多套计算集群 共享一套数据存储集群 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数据荣誉 存储集群和计算集群具备数据一致性 能够共享原数据的管理和用户健全认证等显出特点 后续普发银行将秉承云圆升的架构理念 在几个方面持续增强探索 首先在Prius的应用推广上 推进Prius在大数据领域的各场景应用 力争推广其成为云圆升存储领域的技术标准 大数据云圆升的探索呢 在前面提到的大数据平台的存算分离 云化部署模式下的系统和应用建设构想 我们期望落地并持续深耕 例如在大数据层面 支持业务发展和应用建设上 实现应用的敏捷交付 租户的灵活管理 需求辉度发布等各方面 同时提供标准的租户Path服务 提供整合度和敏捷度更高的输出模式 最后在普发银行大数据云圆升的探索过程中 我们期望孵化出更多类似于Prius的云圆升产品 通过社区为金融云圆升发展贡献力量 普发银行将作为开放银行的先行者 顺应用户为中心 数字科技为手段 智能化为引领的发展趋势 在建设实践中不断迭代总结 探索建立科学完整规范的开放银行建设方法体系 构建形成开放银行长期稳健发展的核心动力 我们依然在云圆升的道路上前行 希望明年我们可以为大家分享更多的技术成果 谢谢大家